全球現場要關心全球現在多個區域 情勢都非常的緊張 在美國五角大廈發射了太空火箭 要來測試極速武器的實驗 詳細的請你把時間交給鄭榮 好大家好 玩完球現場時間 現在全球很多的地區的情勢都相當緊張 好比說是俄烏腳掌還在持續膠著當中 但是美軍呢 也是持續的發展他們的軍務 美國五角大廈就表示說 美國海軍跟陸軍週三的時候 從維京亞洲的濱海發射台 發射了一枚火箭 成功測試了十多個極音速的武器實驗 目的就是要為了協助進行新型的 極音速武器的開發 極音速飛行器要從位處高層大氣的火箭上發射 然後以超過5倍音速大約是每個小時6200公里 這樣子的速度來飛向目標 美國還有美國在全球的競爭對手都在加速製造極音速的武器 這樣子的新一代武器能夠剝奪對手的反應時間 還有傳統的反制的機制 而指數我們來聚焦的是中共20大結束之後 他們就通過了黨章的修正案的決議 官方在26號晚間公佈了修改之後的黨章全文 其中有一些些的重點 包括了曾寫了堅決反對還有遏止台獨 但是外界之前在猜測的說會加快解決台灣問題 裡頭可能會提到實現祖國完全統一這樣的新論述 是沒有加進去的 不過外界比較矚目的就是兩個確立 是沒有增加在這個黨章裡頭 但是還是增加了四個意識四個自信 還有兩個維護這樣的表述 那麼剛剛談到了這個牽動兩岸關係的就是堅決反對 還有遏止台獨這樣的表述 好 帶你起來比對新舊版的這個修改前後的中共黨章 提到了這個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促進 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這是舊版的 不過可以對比一下 要看到這個修改之後的新版是用詞更加的強硬了 好 全面說要準確堅定不宜貫徹一個國家 兩種制度的方針 在港澳的論說是沒有什麼改變的 包括說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穩定的繁榮 這邊是沒有變的 但是提到的堅決反對跟遏止台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是另外在這個新版的黨章裡頭有強調的 好 另外一個觀察重點就是黨章裡頭 總共出現了習近平12次 相較於先前的版本增加了一次 和鄧小平是持平 僅次於毛澤東的13次 另外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主要代表的 中國共產黨的這個部分 這個論述原本是338個字 但現在是擴充到了411個字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就是中國式的現代化 也被寫入修改之後的黨章的總綱 持續來看的是前總馬英九跟澳洲的前總理陸克文 他們昨天參加的是遠見高峰會 以可避免的戰爭作為主題來進行演講 而陸克文台在談話當中呼籲蔡總統跟 習近平要試著找到新的對話途徑 來恢復政治對話 我們有一個更大的一個責任 那就是鼓勵蔡英文女士跟習近平先生 實時找到一個新的一種途徑 來恢復那個政治的對話 我明白臺灣民進黨對於所謂92年共識的立場如何 但是我認為那不應該當作一個不可避免的一個障礙 因此我本人要鼓勵他也鼓勵習先生 試著找到一個新的途徑來開始 再開始談話 實在來講那個談話的那個最後的結果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如果不談話的話 另外的想法是什麼呢 是不是打仗呢 這個是不好的 因此我要鼓勵他 還有臺灣的未來的領導人 繼續跟大陸用那個政治的途徑 來實時解決好這些實際的問題 以及歷史以來的問題 而現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他26號再度示警說 北京絕對不會接受台海現狀 不排除動用武力加速統一的時間表 中共二十大落幕之後 美國總拜登也首次提到了習近平 他強調說美國必須管理跟大陸之間的競爭 但是呢他強調雙方不需要存在衝突 拜登他不斷地強調衝突是不必存在的 似乎也是很擔心會激怒中國大陸 導致11月G20可能的敗習會會破局 但是呢拜登還表示在美中競爭之間 美國還是必須要保持軍事的優勢 紅龍巨響火箭升天 美國軍方26號成功試射搭載 極音速武器的火箭 軍方不必會表示 加速極音速武器發展 就是為了在美中競爭取得優勢 布林肯26號再次試警 大陸決定不接受台海現況 已經開始對台加強施壓 並且不排除動用武力 來加速統一時間表 布林肯一番言論似乎也傳遞 美國官方受到習近平二十大言論影響 似乎越來越不看好台海情勢 拜登同天首次在二十大後談到習近平 他表示美國必須管理和大陸越來越激烈的競爭 並在競爭中保持軍事優勢 他也表示相信習近平了解衝突不必存在 拜登再三強調不需存在衝突 似乎是在回應二十大後北京最新對台立場 堅持粉碎台獨分裂圖謀 堅持反對外部勢力干涉 堅持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國台辦召開二十大後首場記者會 發言人馬曉光一連提出十個堅持 針對台海問題劃出明確紅線 他也直指美方一些人不該干涉兩岸問題 另外大陸官媒新華社二十六號公布修改後中共黨章 在社台部分如同閉幕時宣讀 將原用內容擴充成全面準確 堅定不宜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並寫入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 而這似乎也顯示在習近平第三任期中 對台態度樂趣強硬 記者劉嘉宇報導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iCo 快點購 掃一下